你谁干的呀 你早上一本就这样 走 走 走 发生什么事情 看他 看他在说 看他在说 这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周然 我知道你是对我有意见 但你有什么话可以直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什么意思 这几天我对你处处忍让 能避则避 不是因为我怕你 只是因为我不想让主编为难 没想到我的忍让 让你这样得寸进尺 他说谎 明明是他偷公司的设计方案 被我看到了 这什么意思 我现在怀疑 我们公司让刊线路的事情 也是他做的 还有上次走秀 高跟鞋的鞋跟 也是你自己掰断的 对不对 一定有着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 你胡说 谁胡说是自己心里明白 那你的意思是说 这些都是董思言自己做的 对 这一切都是他自导自言 在这里博同情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他知道了 我发现了他的阴谋 所以才做出这样的苦肉计 周然 我知道 你一直都觉得 我是你跟主编之间的障碍 所以你才一直针对我 我听说 昨天你还因为我跟主编 吵架了是不是 所以才让你这样的恼羞承诺 我恼羞承诺 我犯得着吗 你到底到底当够了没有 我嫉妒你啊 董思言 你到底有没有偷这次画家的设计稿 现在打开我的抽屉 就什么都明白了 美米 你去看他抽屉里面的设计稿 好的主编 你去看他 周然姐 发现什么了 一会儿就知道了 是这个吗 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这不可能 昨天晚上 他明明已经把这个拿走了 主编 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说谎 你昨天晚上又喝酒了吧 你不信我 我相信你不会做出这样的事 但是你喝醉了 就不知道了 所以你愿意相信他 也不愿意相信我 你做了什么 昨天晚上四言都已经跟我说过了 我明白了 你一直都在线海吧 我去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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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这个是我的名片 我之前联系过梁先生 但他拒绝了我 所以我这次来 就是想正式的邀请梁先生 接受我们杂志的采访 董思言 对 就是我 原来这就是 周然说的那个新金女 我差一点就被她猛骗了 还真是一副 人畜无害 岁于尽好的样子 梁太太 你来这么久 我都还没给你拿个喝的 稍等一下 不用客气了 没事 我们家有一个上好的咖啡 我泡一杯给你喝 请坐 谢谢 我呢 平时没什么朋友 我只有一个闺蜜 她叫周然 在这个世界上 能欺负她的 只有她妈妈跟我 你让周然难过 就是让我难过 菲姐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我告诉你 这咖啡可是大有来头 在我们国内啊 你是绝对喝不到的 喝一口尝尝吧 闻着就很香 我试试啊 味道 怎么样 味道 是不是很不一样 是挺不一样的 你知道这咖啡来自哪里吗 它来自鸭买加斯拉 鸭买加斯拉 一看你就是不知道 亚马加斯拉是个很小 很偏僻的地方 当地呢 盛产最优良的咖啡豆 虽然它盛产咖啡豆 但是粮食却是仰赖进口 换言之 就是粮食比咖啡豆还要贵 当地人呢 喜欢养狗 但是又没办法为它吃粮食 只好为它吃咖啡豆 哎 猫屎咖啡你听过吧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猫屎咖啡 但却不知道品质最好 最优良的咖啡 其实啊 是来自于亚马加斯拉的狗屎咖啡 梁太太 你真的是 见多试过 这狗屎咖啡啊 喝法跟一般咖啡是不一样的 你呢 如果喝到狗屎咖啡的精华 你得大口大口地喝 让这咖啡呢 充分地遍布在你的胃里上 试试吧 就不用了吧 我刚刚还想说咱们投缘 但是现在你却拘谨起来 我告诉你 这咖啡是很贵的 不来尊贵的客人 我一般是不会胖 你这样 不是就浪费了一杯咖啡了吗 咖啡 这么好的咖啡 就不能这样浪费 对吧 喝吧 你别这么客气 喝吧 别客气 谢谢 大口大口地喝 再多喝一点 慢慢地咽下去 让那个咖啡的精华 布满在你的味蕾上 怎么样 好喝吗 现在我们可以聊聊 梁先生跟我们合作的事情了吗 可以 当然可以啊 你让我们老梁 接受你们杂志的专访 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太好了 我这儿有一份策划案 您先看看 策划案就不必了 你们公司有一个女孩 叫周然吧 周然 长得呢 可能没有你高 但是比你漂亮 说是漂亮 就是那种 让人感觉特别舒服的 你懂吧 我们家老梁 最信任他了 你让他来 老梁肯定没耳化的 好 打扰你了 好 喂 小飞 在干嘛 还能在干嘛 上班啊 你知道刚刚谁来我家了吗 谁啊 董思颜 他去干嘛 还能做什么 不就是来抢工的吗 我告诉你 刚才 他是碰枪眼上 撞到我手 然后被我打了回去 我还请他喝了一杯佳料的咖啡 我告诉你 对付这种贱人呢 你就是要以牙还牙 以剑制剑 我呀 就帮你到这里了 你呢 千万不要再以为隐人了 知道吗 行了 我知道了 哎 画家那边 你帮我说说好话啊 放心 交给我吧 好吧 那我忙了啊 好 拜拜 拜拜 回来了 你有听过Era吗 没有 我不是说我帮你接了个杂志专访吗 Era 它现在是时尚最流行的杂志 我知道 我知道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答应 你不要那么死脑筋 这对你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你做人要圆润一点 在这个行业才能做得长久 我没有想太多 我只是想做一个画家 你刚才有没有去过洗手间啊 洗手间怎么了 堵了 堵了 怎么会 我不知道啊 我今天都没有去上过厕所 莫名其妙啊 怎么会堵了呢 好奇怪啊 就这儿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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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吃苦受罪 弄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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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是什么原因弄的吗 知道 我 我 是 是什么 就是垃圾 你刚才说的 是不是这个一绕 一绕 一绕 我现在蛮有兴趣的 可以再讲一次吗 真的吗 是 好好好 我跟你说 那个一绕杂志呢 是现在国内最知名 最时尚的杂志 我是想说 把你的画放到那个杂志上面 接受他们的专访之后 就会有很多人 可以看到你的东西 哎 赵倩 你怎么会给你 那个文案 翻译得怎么样了 虽然说 我是在国外留学的 可是基本上都是去玩了 这普通的对话 还可以应付 这专业性这么强的 我哪儿应付得过来吗 不是吧 你就做了这么点 剩下那么多 好 咱们来一起坐吧 周恩姐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嗯 用力点 用力点 好 这要舒服吗 这边 这边 好酸啊 VIP的待遇 周助理 我刚跟主编说了 画家的事情 我帮你联系过了 你可以直接对接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简直是太嚣张了 赵倩 嗯 我记得董小姐 好像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 嗯 对啊 精通法语 啊 语言天赋不要太好 还论着做什么 还不赶快 把所有要翻译的文案 送给我啊 都在这儿啊 就这么多啊 对对对 我再去找一些过来 多的是 进 董小姐 你之前说要帮我 不是只是说说而已吧 当然不是了 听说董小姐 是法国留学回来的 精通法语和英语 我们部门有些文案 需要翻译 能不能麻烦董小姐 没问题 真的吗 太难些了 全部吗 董小姐觉得多吗 嗯 那我去找主编 找一个专门的翻译 没关系 反正 我最近也比较闲 那 谢谢董小姐了 只不过 这些文案比较着急 明天能不能给我啊 没问题 谢谢董小姐 好 早 早啊 周然姐 对了 梁伟老师的设计稿 送过来了吗 啊 我放你台上了 好 周然姐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当然好了 那 有的人恐怕就睡得不好了吧 噓 好 周助理 文件都翻译好了 董小姐 辛苦了 一晚上没睡吧 我这里有咖啡 要不要给你提提神 不用了 我先听到咖啡才想吐 我的咖啡呢 可能不太一样 是来自雅美加斯拉的 狗屎咖啡 我这么做只是想告诉你 在这个世界上 不只是你一个人 会耍小伎俩 我的咖啡呢 思野 思野 我 我 我 你明知道董思颜身体不好 干嘛给他安排那么多工作 你就是在心事问罪吗 不是 我就是想问你 你让他翻译那么多文件干什么 那些文件都是没有用的 我就是故意的 怎么说你满意了 你怎么这样 他让我失望了 我做什么事情都会让你失望 我跟董思颜出现问题 你永远站在他那一边 你为他比你善良 我 他善良 我逮毒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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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因为你连不得善终的机会都没有 我一直以为我在他身边 因为他需要我 现在我才发现 是我一厢情愿的以为他需要我而已 我的爱情就像是冰淇淋 无论如何 他终究会说话 好 好 竹然 顾舍友 怎么在这里遇到你啊 找你啊 别闹了 你来干吗 真的是找你 我听说你今天的事情了 怕你心情不好 那陪我喝几杯去吧 我就不多喝了吧 要不然我们两个都醉了 谁照顾你 你还真够意思啊 那我也不醉不贵 你有心事吗 我能有什么心事啊 我妈都说 我是一个特别没心没肺的人 一个没心没肺的人 又能有什么心事啊 有的人呢 不是本来就没有心 是因为她把她的心 留在了别人身上 我说 顾舍友 是不是搞艺术的人说话 都这么肉麻呀 你就说一颗心吧 她不一定是 放在别人身上了 也可能是自己弄丢了 你跟她表白了吗 我跟她表白有什么用啊 我跟她表白有什么用啊 人家的风景里根本就没有我 她的景色里有没有你 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相信 你就是一道景色 没必要在别人的景色里仰视 但是有时候人就是很贪心 我就是希望她在我的景色里 有一部分的空间 可笑吗 人之所以痛苦呢 是因为追求了错误的东西 你在别人景色里仰视的时候 说不定 也有别人在你的景色里仰视呢 你不要在我喝醉的时候 跟我讲这么多道理 我根本就记不住 反正我知道 我的景色里 谁也没有 别人的景色里也没有我 是我 是我 是我一直在你的景色里仰视 只要你回一回头就能看到我 可是你却从来没有回过头 没事 让你不要喝那么多你不听 我又没有喝多 好吧 我送你回家 你回家好好洗个澡休息一下 嗯 回家 我想起来了 我给我妈买的感冒药王在公司了 我带你回去拿药 对不起 顾盛盈 总给你找麻烦 不要跟我说对不起 永远不要 走吧 没事 我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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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 我得过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董思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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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在公司啊 我回来拿点东西 周éral 白天的事情 我给你道个歉 我们都是为Era好 不应该太计较个人得失的 我不敢接受你的道歉 我不知道这道歉之后 你还会做什么 你是不是喝酒了 你忙吧 我先回去了 等周然呢 是啊 看来 你们两个发展得还不错 这还得谢谢你 谢我 因为你的出现 我才可以接见他 但你看起来 好像没有很开心啊 因为你喜欢的人不开心 你怎么开心得起来 就很矛盾啊 明明离他越来越近 应该会很开心 但是看到他难过 又会很伤心 但爱情本来就是自私的 你今天怎么这么晚了 我想完善一下策划案 也可以帮容轩多分担一些吗 他知道一定会很感动 我宁愿他不知道 行了 你等周然吧 我先走了 路上小心 我知道你不能送我啊 加油 我先车照片 啊 好 你呢 你说划案 我帮你帮我收到什么 我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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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我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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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她的 ontario 但是不会发生的 咱们一热杂志 下个月的选题 被爱圣提前给用了 你这样做 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当然知道 我们只是上下级的关系 不知道主编以为我们 还有什么其他的关系 没有 就是想提醒你一下 我也想给你一个建议 不要一直靠提醒活着 太累了 喂 喂 睡了吗 这么晚了 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就是想跟你说一下 那个策划案我已经完善好了 明天就可以下达给各部门 拍摄和约稿了 好的 我知道了 你 你还有什么事吗 你呢 以后不要工作这么晚 一个人回家不安全 进行 哪里 不是 跟我说 直言 我承担 啊 没有 我没有 正在我 没有 没有 我也不知道 但是 他好像喝了很多酒 对我态度也不是很好 周然这个人吧 虽然脾气不太好 但他内心是很善良的 所以我希望你不要跟他计较 你放心吧 我不会跟他计较的 我也希望 之后能跟他好好相处 你能这么想就最好了 时间不早了 在这儿休息吧 晚安 来 慢点 我没事的 慢点 真的没事 你真的没事 嗯 那你早点回去休息 好吧 嗯 那你快点走吧 不行 我得扶你回去 不用了 不用了 别吵到邻居 都休息了 快走吧 快走吧 真的没事 真的没事 没事 真的 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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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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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周助理 你作为一个女孩子 能不能矜持一点 我当然没有你的嘶言矜持了 我是在跟你说话 你能不能不要扯到嘶言啊 你这么大声就不怕吵到邻居啊 怎么了 说到你心里了吧 你今晚喝了多少酒 要你管啊 我是想告诉你 一个女孩子喝了那么多酒 在外面不安全 你怎么知道我喝酒了 是不是董思颜跟你说的 你能不能不要在屋里去哪儿了 不要什么事都针对董思颜 我针对他 好 明天早上去公司 你就知道是谁针对谁 这 这男人是不是见到漂亮女人 脑子都不转的 用犯神经病 你说这董思颜到底是得罪了谁啊 房间给弄成这个样子 听说连监控也坏了 这怎么回事 不知道谁干的呀 你早上为了就这样 真是 发生什么事情了 就是 看他 看他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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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 周人 我知道你是对我有意见 但你有什么话可以直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什么意思啊 这几天我对你处处忍让 能避则避 不是因为我怕你 只是因为我不想让主编为难 没想到我的忍让 让你这样得寸进尺 他说谎 明明是他偷公司的设计方案 被我看到了 这什么故事啊 他疼的 我现在怀疑 我们公司样刊泄露的事情 也是他做的 还有上次走秀 高跟鞋的鞋跟 也是你自己掰断的 对不对 一定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你胡说 谁胡说是自己心里明白 那你的意思是说 这些都是董思言自己做的 对 这一切都是他自导自言 在这里博同情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他知道了我发现了他的阴谋 所以才做出这样的苦肉计 周然 我知道 你一直都觉得我是你跟主编之间的障碍 所以你才一直针对我 我听说 昨天你还因为我跟主编吵架了是不是 所以才让你这样的恼羞承诺 我恼羞承诺 我犯得着吗 你到底到底到底够了没有 我记得你啊 董思言 你到底有没有偷这次画家的设计稿 现在打开我的抽屉 就什么都明白了 妹妹 你去看看他抽屉里面的设计稿 好的主编 周然姐 发现什么了 一会儿就知道了 是这个吗 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这不可能 昨天晚上 他明明已经把这个拿走了 主编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说谎 你昨天晚上又喝酒了吧 你不信我 我相信你不会做出这样的事 但是你喝醉了 就不知道了 所以你愿意相信他也不愿意相信我 你做了什么 昨天马上司言都已经跟我说过了 我明白了 你一直都在线海 你你识释你 你怎么不愿意 concerne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许玛还是不肯联系你吗 可能是我伤害他伤得太深了吧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做最后一次努力 衝起他的原谅 但是在这之间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我想请你帮我把这个叫个雪曼 这是什么 这是婚纱 这是什么 我会想做的 你久不见了 我会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答应你 董娃姐有什么事吗 谢谢你刚才那么帮我 你不用谢我 那是我该做的 一见你也总是这样 正在我身边保护我 今天帮你跟以前没关系 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 有的人可以向前看 但有的人只能靠回忆活着 这件事情 我替周燃向你道歉 不用 我只希望 我不会影响到你们两个的关系 不会的 我们俩感情没你想的那么脆弱 好 那我先出去了 原非哥 你今天来是想跟我说什么吗 其实 我也没什么事了 你放心 那就好 今天除了想看你 还想跟你聊聊一个人 主人 你也知道 我不想听到这个人的名字 我知道你们中间有误会 我今天过来就是想跟你澄清一些事情 对不起 云飞哥 我怕你是被表象给蒙蔽了 了解一个人 真的太难太难了 我知道了解一个人很困难 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 如果有那么一个人 比周燃还了解他自己 那个人会是我 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吗 那你了解他吗 我们很聊得来 是他跟你聊得来 还是你跟他聊得来 这有什么不同吗 当然不同了 有的人呢 跟谁都可以聊得来 这种聊得来叫哄骗 因为你只知道 它暴露在你面前的那一部分 隐藏的部分你看不见 那怎么才能知道 隐藏的那一部分 我的建议是 从他身边的人去了解他 朋友 又比如 前人 我亲眼目睹过周燃跟郭瑞的分手 我知道他们之前的来龙群吗 我知道周燃跟你一样 都是忠于爱情的好女孩 在一段感情里 她可能会受伤 却绝对不会去伤害别人 她好强 好强到绝对不会 对分手的另一半示弱 装可怜求同情 她天真 她天真的以为在爱情里 真心可以换取真心 真的会有 长相厮守的存在 没有我 遵守她 我是 郭瑞的请求 让我感到有点难过 因為我要把我曾經 夢寐以求的東西 拱手交給徐曼 心裡難免會有一絲酸楚 可是 我又感到一絲欣慰 郭瑞變得成熟了 變得勇敢了 幫助郭瑞 把這件婚紗交給徐曼 我心甘情願 可我自己的愛情 已經在風雨飄搖 而現在我卻要幫自己的前男友 追回她的憲女友 人生真的太否則了 不 既然郭瑞能夠變得勇敢 我也應該勇敢地 去找主編解釋清楚 通司念和葉蓉瑄 你在這兒等我一下 我去幫你拿資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